今天我们讲董忠书名言 土者五行最贵者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 土是五行中最尊贵的 五行贵土是董忠书五行思想的一大特色 董忠书说 滋养万物生长的风雨 本来是大地产生的 但是大地不敢有其功名 而把功劳和美名归于上天 在下位的人侍奉在上位的人 如果能够像地侍奉天一样 就可以说是大中了 现实生活中那些默默付出 不求名利的奉献者 正是土得的最好权势 董忠书五行贵土的思想 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实践密不可分 更是大一统政治现实 在思想领域中的折射 董子名言赏心 感谢您的关注 谢谢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心